我們先三稱佛,符號 拿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大家請坐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看到大家這麼踴躍,大家都很喜好大致讀 我們進行的方式在兩點到四點 用講授的方式 那麼四點到五點我們就自由討論 不過今天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先寫字條 我們下一周再來回答 本來我打算討論的方式是沒有想到這麼多人 我想大概幾十個人或是一百個人分成幾組 大家分組討論 選出幾位小組長 基本上大家的問題能夠解決就好 在不能解決的最後收集 最後的半個小時我再來盡可能的回答 不過一下子報名到昨天為止三百七十四位 我就不曉得怎麼分組 所以待會我們大家再下課以後 大家再集思廣益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行大致讀簡介 那我們首先來談一下為什麼叫大致讀 為什麼叫大致讀 我們配合講義 大致讀它是在解釋 就是摩河波羅蜜經 有時候波羅蜜 有的經典會翻成波羅蜜多 那並不是說多一個多字就比較多 不是 那是巴羅蜜大 就是有的是杜比岸 或者說最高究竟完成 有這個意思 那麼波爾經有很多的部類 那我們先解題一下 我們請看角注一 他正因為他是解釋摩河波爾波羅蜜經 摩河就是大 波爾就是智 波羅蜜就是度 就是杜比岸 所以就大致度 所以大致讀為什麼叫大致度 其實就是摩河波羅蜜 那對經的注釋呢 那就是論 所以為什麼叫大致度論 很簡單 那就是在注解摩河波爾波羅蜜經 那往後我們會經常提到波羅蜜經 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跟他的法義 那在座各位有很多是老師 有很多可能也是學過非常久的資深的學過者 那或許也有剛出學的都沒有關係 那因為方便有一些研究生我們希望說將來能夠做更充分的研究 所以我講課的部分可能有深有淺 那就各取守需 那麼因為為了往後講課方便 我們在這邊大概敘述一下波爾經的部類 請看角注一的瓜虎二 波爾經的部類非常的多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金剛波爾經 波爾波羅蜜陀心經 這個都是波爾經 那波爾經有很多不同的部類 我們簡單的說呢 比如說像導師的控制探究 也提到 龍術菩薩所知道的波爾經有三部 上本波爾 這個上本以後也會經常出現 它是玄狀大波爾經六百卷裡面的初會 波爾經一共有四處十六會 有十六會 那在初會就是十萬宋本 這是屬於上本 那部類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如果是以大正常來講 它就五六七冊 主要是五六冊 第五第六 一共有四百卷 另外中本 中本就是我們俗稱為大品波爾經 那另外還有下本 我們俗稱為小品 那我們現在簡單的講要點就好 那麼下本 中本上本 這三部裡面的下本波爾 中國古稱之為小品 所以小品波爾我們會經常出現 那裡面呢 有道行波爾經 大明度經等等 比較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小品波爾經 就是第四 第四 是九摩羅史所翻譯的十卷 這是小品波爾波爾 波爾 好下一段 中本波爾 古代稱之為大品 大品波爾經 大品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本 摩河波爾波爾波爾 波爾 波爾經 這是九摩羅史所翻譯的 那我們大自然所註解的版本呢 就是羅史的這個大品波爾經 大品波爾經 那麼另外就是 是玄像大師所翻譯的第二分 也就是第二會 第三分也就是第三會 他也是同樣是講 大品系的波爾 那另外上本波爾 就是玄像大師所翻譯的大波爾經 的初分 一共有四百卷 那麼這個波爾經的成立的次第呢 依導師的研究 最後一行 他是先有原始波爾 然後擴展為下本波爾 再擴展為中本波爾 最後成立上本波爾 這是以三部來區分 那其他還有很多 也專門談六度的啦 還有甚至有一些密教 色彩的波爾經也有 這個在玄像大師的大波爾經 的部分會提到 好 那我們回不來看本文 大制度人 他主要就是註解 大品波爾 那麼作者呢 相傳是龍術菩薩所造 龍術菩薩的年代 大約西元一百十年到兩百十年之間 但是由於 大制度人裡面有引用到 比較後期的作品 那有些異語 比如說有講天竺啦 或者是講秦嚴啊 秦草 那時候翻譯有秦嚴等等 有人就懷疑 這大制度人可能不是做中論的這一位龍術菩薩的作品 不過基本上我們看角逐二 導師認為大制度人 或許有一些在範例上為了中國人讀經的方便 或者說有一些後人的增補 不過基本上還是認為是中論的這位作者龍術 是同一個人 那詳細的論證可以參考 導師的大制度人之作者及其翻譯 我們現在收錄於永光集 就是導師的最後一本著作 原集以後我們在接集出來的永光集 這個正文出版社有流通 那麼大制度人這麼重要 古德有很多人做過詳細的講解 不過很可惜現在的註解書 我們僅存北周會影的大制度人書 而且只剩下一些殘券 那大制度人一百卷 它是經論的河邊 怎麼讀我後面會稍微點一下 也會談到裡面的一些重點 一些參考數目 值得我們參考的一些參考數目 我也會點一下 好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作者龍術菩薩所處的時代 龍術菩薩相傳是南印度人 他在佈派的遂界有不出家 在第二項 他首先研讀深文三藏 我們一看到三藏經歷論 不過如果說經典裡面提到三藏 這也得是比較著重在深文的經歷論而已 比如說天台有藏通別圓 那個藏教三藏教 那個其實是指深文聖的 深文聖的 那麼後來到雪山 讀到了大聖經 雪山在北印度 所以龍術菩薩呢 他是南印度人 讀得 又到北印度 所以他首先又讀深文經 布派的論點 然後又得到大聖經 所以他等於是縱貫南北 那對於大小聖的經驗都非常精通 那麼龍術菩薩所處的時代呢 當時有很多大聖經傳出來 內容各有不同 比如同樣大聖經 有的講智慧增上的 比如說波爾經 有很多的波爾法門 有文書法門 文書是智慧第一 在菩薩裡面 文書法門也是談智慧的 有的談信願 增上 也就是一些淨土的法門 等等 慈悲 那麼又有法言法法寶基 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每一個都說他精忠之王 到底哪一個是真正的王 經典裡面各有各的說法 所強調各有不同 各有所重 不過呢 基本上有一個共通的原則 就是下化眾生上求佛道 上求下化 來修菩薩行 不過由於初級大聖經的這個行解 修行啊 或者義解 不免有點龐雜 那流行到龍術菩薩的時代呢 已經兩百多年 他面對的呢 就是實際上非常複雜 面對的呢 有印度的神教 這是佛教以外 我們俗稱的外道 這些的思想 那另外呢 有佛法流傳出的布派 注意導師的用語 他佛法有加個括號 這個指的是聲文的 比如阿涵啊 或者布派 這個是特殊的用法 有加括號的 所以當指的布派的思想 也是有睡覺部啦 經部啦 大宗部 很多很多各種不同的思想 那另外呢 大聖本身的種種異說 所以 思想這麼複雜 那到底哪一個是了意 那怎麼會通 經論之間有時候會 講法有些矛盾的地方 那需要有人好好來整理一番 所以怎麼來分別抉擇貫通 確立大聖正義的必要 那龍樹菩薩呢 正式適應這一時代的要求 而成為印度佛教史上 著名的第一位大聖論師 我們就是有名字可考的 大概龍樹菩薩的第一位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 那龍樹菩薩的著作 這著作漢傳所傳 跟藏傳所傳 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裡大概 舉幾個代表性的 大體上可以分成三類 法有第一類呢 這是抉擇聖正義 也就是所謂升官的部分 就是深刻觀察的部分 法有二呢是廣行 就升官廣行 廣大菩薩行 升官比較主動在智慧 破除種種的邪見 執著 廣大菩薩行呢 他強調慈悲 度化眾生 那升官的重要的論書 特別第一本最重要 根本宗論宋 也就是宗論 那龍樹菩薩只有做宗論的宋 其他有很多的論詩 再加以註解 清目啦 有樂稱清辯 等等有很多 那我們在漢傳裡面的第六 十二門論 十二門論也是非常中而的一部論 那另外廣行 廣大菩薩行 基本上有三部 大制度論 十柱匹菩薩論 十柱匹菩薩論 或許有的知道 有的比較不是常聽到這一部論 十柱匹菩薩論 它是在註解華言十地 我們大制度論它是在註解博爾經 是屬於註解博爾經的 那麼十柱匹菩薩論 它是在註解華言十地 但是很可惜 它只註解到第二地 後面就沒有再傳出了 即使是這樣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玻璃之兩論 其他有寶行王政論 跟祭親友書等等 第四 龍術菩薩被尊為八宗共主 我們中國有八宗 日本也有八宗 中國的八宗如角柱 第四 有三論法相 法相就是為始 天台華言禪禁谷秘宗律宗等等 龍術菩薩由於它的思想影響非常深遠 那著作也是很重要 所以後來的各宗都以它為主師 龍術菩薩呢 它兼具經師與論師的特性 經師的特性是什麼呢 它是通俗 洪化 因機社教 譬如說經師它很會講故事 而且隨著各種不同的眾生需要 它會散巧的比喻 種種 但是論師它就不一樣了 有時候理論得理不勞人 理論嚴謹 條理分明 那榮素菩薩的著作 特別大尊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兩種不同的風格 有的故事非常生動精彩 有的論的部分非常深奧 我們如果說慢慢在研讀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大尊裡面的內容非常廣泛 可能聽眾也有各種類型不同的 有的外道的 有的剛學佛的 有的是在部派出家 有的是研究大聖佛法 就非常深入的 有的來踢館的 有的來求法的 各種不同的都有 所以從裡面可以看出來 有時候它一個問題 那好幾種不同的回答 甚至有的三十幾種不同的回答 比如說怎麼修忍入波羅蜜 我怎麼樣修忍入 裡面就提了好幾十種 各種不同的回答 裡面有寫有深 就看個人的需要 所以我們在上大陣 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地方酷超乏味 沒有關係 後面有故事 就可以等得到 龍樹菩薩他非常善巧 他兼具精實與論實的特性 又容貫大小盛 裡面提到真的一個法門 那就比較深聞的方法 還有大聲的方法 那它的共同的地方在哪裡 不同的地方在何處 那麼它是以升官的基礎上 產陽廣大的菩薩行 就是升官廣行 好 第五 大政人被佔譽為佛教百科全書 那我們一聽到百科全書 好像裡面什麼都有 雖然是百科全書很豐富 但是也不是什麼都有 因為龍樹菩薩的時代蠻早的 很多如果我們要知道 宣文經論 比如三七道品 三解多門 種種的修法 大聲跟它有什麼不同 這個大陣裡面 我解釋得非常好 我也做一些比較 但是如果裡面提到 是唯士 如來賬 或者是秘密大勝 對不起 這裡面就不太談到 為什麼 因為它年代太早了 這些唯士 如來賬 或者是秘密大勝 都在那個之後 所以儘管被稱為百科全書 但是並不是什麼都有 比如說我們這個 就是百貨公司對不對 那雖然是東西很多 但是也不是樣樣都有 比如說你要跟它訂這個生鞋 訂做個生符 裡面有嗎 這不一定有 這個是要找出家人的 專門做生符的 那麼大陣呢 他除了廣式 波爾波爾 以經之外 因為他就是註起波爾經 還引用大量的經律論 這個就 由於他引用大量的經律論 而且引用都是比較 初級大聲的那個時代 所以在文獻上呢 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如果說要比對 哪幾部經是初級大聖經 我們用什麼方法來比對呢 這個是對研究者 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由於龍蘇菩薩爾大盾 他的時代蠻早 所以他在引用的大聖經 我們就了解說 這個大聖經一定在大盾之前 所以在文獻上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麼另外在修行實踐上呢 也是非常重要 我那時候在念中華國學研究所 之後要寫入文的時候 我就去請教硬工導師 說我想寫大聖經好不好 他說好啊 大聖經很重要很重要 他是一個修行者 從初發心 怎麼樣來修六波羅蜜 怎麼樣的度化眾生 一直到成果 是一個菩薩型的準神 非常非常值得研究 所以導師也有一個信念 想要發表龍蘇菩薩對完整 在龍蘇菩薩對整個佛教完整看法 想要做一個很專門的論著 很可惜這個信念並沒有完成 那不管怎麼說 在文獻上修行實踐上 都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那底下呢 我們就從 他所引用的一些經歷論 我們大概看出來他的思想背景 那我們了解這樣的思想背景 對我們研讀會有幫助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這一段 這龍蘇菩薩他談得好像很好 可是仔細看前奧文 原來他是在敘述 深文的講法 或者是敘述外道的講法 你看得很高興的時候 後面一段開始破斥他 覺得很錯愕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背景的時候 會很清楚說 這個地方 那是站在深文的立場來談 這個是地方 在大聖文的立場來說 好 我們看瓜虎一 那引用非常大量的阿涵經 阿涵經 那由於龍蘇菩薩在 所以皆有故出家 所以引用的阿涵經 大部分都是 所以皆有故的宋本 我們阿涵經 各部派有各部派不同的宋本 我們這裡舉兩個例子 我們請看小著的第五 瓜虎一 大正就會引到 如摩河南 他到佛的地方 那他就說了 說他平常非常精進的念佛 非常用功的修行 可是他請教佛 萬一我不小心 在十字街頭 車水馬龍 一不小心被車子突然撞到 來不及提起念佛的正念的話 會不會往神道惡道去 我們這個在陳菩薩道也有提到 那佛總就開示他 他說佛總做個比例 他說你不用擔心 你會升到惡道去 就像說一個樹 他經常往東 向東這邊傾斜的 那你最後怎麼砍怎麼砍 不管你往哪個方向砍 他會往什麼方向倒呢 當然還是往東 那麼殷孫老師就在陳菩薩道裡面 就僻喻 我們一生造的業 善業惡業非常的多 有的善業是升天的 有時候造惡業要下地獄 那最後呢 到底要投生到哪裡去 那就三種不同的 第一個誰種業 哪個種哪個先受保 再來誰習性 你的好的習性 或不好的習性 那麼就舉這個摩河南 那在摩河南 摩河就是阿哈 南 這是名 喇嘛 就是大名長者 其實就是大名長者 導師就舉這個例子 來說 這是誰習性 最後呢就是隨意念 臨終的意念 三念還是二念 那這個文 我底下有註解 這跟雜案經的九百三十經 那個文是非常吻合 另外再舉一個故事 就是大政卷十七 他就提到 有一個比丘啊 他到蓮花池旁邊來驚醒 結果呢聞到蓮花香 他就非常的高興啊 他問我這個好香喔 再多聞一下 這個時候呢 這個池神啊就跑出來了 說你為什麼偷我的蓮花香啊 他說我只不過很香啊 那多聞一下而已啊 哪有在偷你的蓮花香呢 他說我沒有允許 你這是不語曲 不語曲不就是道嗎 這個比丘就很納悶啊 有理說不清啊 很苦悶 正在說的時候呢 旁邊來了一個在家人 他就下這個蓮花池啊 就摘了很多蓮花 又拔了很多蓮藕 砍了很多 弄得到處狼藉不堪 拔著就走 這個比丘一看 好啊 我剛剛只聞你的香而已 你就罵得這麼厲害 那現在這個人 我看你怎麼罵 等了半天呢 慈神都沒有罵人啊 他就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子 結果慈神他就打一個比喻 他說這個人 在家人他平常 這 煩惱深重 煩惱深重 躲在這個煩惱糞坑裡面 就像這樣子 那他就好像呢 一個這個 穿 墨色黑的衣服啊 再滴幾滴墨水 也看不見 可是你這個修行人 你穿了這個捷徑的衣服 你是很小心在修行的人啊 你一點點小瑕疵 那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你不要以為蚊香 這沒有什麼關係 你由於銀耳鼻神生意 這個鼻根 一洩漏以後 其他的根 有時候就跟著 煩惱就起來 所以我是提醒你 要小心 喔 這個比丘 就聽了就很高興啊 啊 原來你是在點醒我 他聽了很高興啊 他說 可是呢 我怕以後忘記啊 希望你每天每天 都來提醒我一下 這個慈神就說 我又不是你買的奴隸啊 你沒有花錢買 我又不是你 你花錢買的奴隸啊 憑什麼要天天來提醒你呢 這故事非常的生動 非常精彩 這是大致敦的故事 那這個文呢 在雜案經也有 就在1338經 所以大家如果說看經論 那能夠互相比對 這個趣味就能夠湧出來 好 再來我們看 瓜五二 引用聲紋的綠點 前面是經嘛 那再來有綠 那引用聲紋的綠點呢 主要是睡覺部的食送綠 還有根本睡覺部的根本睡覺部綠 那麼在綠點裡面當然有提到很多借例的開車吃飯啊等等 在借例裡面呢 有時候也會提到一些本身故事 也就是說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像 那有一天 羅佛羅 羅佛羅是佛陀的小孩子嘛 還沒出家之前 娶妻生子 後來羅佛羅也跟著佛出家 那有一天 羅佛羅呢 跟著設立佛出去應供 那回來呢大概吃的不是很好啊 非常有氣無力的啦 那世尊一看你為什麼這樣有氣無力呢 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說啊 我跟長老設立佛出去啊 那大概這個居是偏心啊 看到大和尚我就供養豐厚 看到我們的小法師 他就吃 浸菜 隨便吃一吃就好 結果呢 吃的這個 不是很營養啊 或者甚至沒吃飽 還受不定啊 所以會這樣子 那世尊呢 就把設立佛找來 你為什麼這樣子 那你應該提醒這個居士啊 應該要平等故事啊 那設立佛他一聽呢 煩惱是已經斷了阿羅漢啊 可是習氣就湧出來了 這個習氣就出來了 他說從此 那我不再接受應供了 不再接受應供了 他寧可拖波啦 拖得到就吃 但是有誰要特地請他去加應供 那就不去了 這時候有很多這個大臣啊 或很多古法居士 他們很喜歡去請這些大阿羅漢 在栽生嘛對不對 種福田啊 這大阿羅漢 田比較肥啊 他們覺得說 這個設立佛智慧第一 應該是福田啊 一個可能剩好幾個也說不定 或許有趣是這樣想 他們想 怎麼勸都勸不動 結果有人就想 走 我們去跟世尊告狀 請世尊來勸勸他 結果他們就跟世尊講 世尊說沒有用的啦 這設立佛呢 他只要一下定決心啊 那你任何人都動不了他的決定 那麼世尊就講他的本生 之前過去生 原來呢 過去生 世尊就說 他是一條黑蛇 黑蛇 那麼有一個王子啊 他被這個蛇咬了以後 大神們都非常緊張啊 那怎麼辦呢 到處去訪名醫啊 或者是想辦法 其中一個大神 他說我有辦法 就把這條黑蛇抓來 然後就跟黑蛇 給他兩條路選 第一個 你把這個毒液吸回來 第二個呢 他旁邊準備一個熊熊的烈火 你如果不吸回來啊 這王子命沒救啦 那你就跳火致盡 就是這個黑蛇他說 我既然吐出去的毒啊 我就不會再吸回來了 我下了決定 我就不會再 他就自己跳火致盡 以前那個黑蛇 就是現在的世尼佛 那這個呢 不是大聖經說的 這是十頌律 五分律也有 也就是聲文部派 大家所共同的傳說 那就很有意思了 也就是說 在聲文的經典裡面 這些阿達阿羅漢 他們也承認 同樣是阿羅漢 煩惱斷進 可是還有習氣在 有習氣在 好 那這我都有家 家族出處 大家可以參考 請看講義第三頁 瓜虎山 有引用雜障 我們一般講山障就是經律論 但是有的部分 多一個雜障 那麼如果是南傳 南傳 他就稱為小部 那有一些沒有立雜障的 那主要的是法藝寄送類 比如說法聚經 或者藝品這一類 一部分呢 是傳說故事類 傳說故事類 比如說角柱 提到本身 或者是譬喻 譬喻是指那種光輝的時機 不是比喻的意思喔 他是阿波多納 就是有關於談到 某某人過去生怎麼樣 很殊勝的修行啊 等等等等 一些光輝的時機 還有姻緣 這個人現在會這樣 那過去是什麼姻緣等等 那這些呢 基本上都是傳說故事類 或者本身這一類的 那這一類的本身譬喻啊 或者姻緣 我們在大政杖裡面的第三側 第四側非常豐富 所以第三側第四側是什麼呢 叫做本緣部 為什麼叫本緣部 就是本身因緣 這類的故事很多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佛教故事 第三側第四側 大政杖就很多 好 那第四 部派思想 這就是論 論書啦 聲聞的論 所以介入部的六主義生論 其他我就不再詳細解釋 有些角逐流 大壁菩薩論 那這個都是受寫有部的 另外呢 還有獨子部的阿彼壇 那還有一些大眾部的部分的傳說 好 到這裡為止呢 是指聲聞的為主 再來瓜虎五 引用大量的大聖經 就是大聖的經 比如說維摩經 史蒂經 寶華經 等等 那麼第六 引用中論 或者是提婆 是百論 提婆是龍樹的弟子 那提婆後來再傳羅霍羅 所以羅霍羅 英格講起來 但是龍樹不在有徒孫啦 多羅裡面有佔波爾記 可是我們在大聖裡面呢 可以看到 除了引用自己的中論以外 龍樹不在自己的中論以外 還有引用到徒弟的提婆是百論 還有引用到徒孫的戰波爾記 所以有人就會懷疑 你一個師父為什麼引用徒弟 甚至徒孫啊 為什麼會引用他的作品 那導致有另外的解說 導致說龍樹很高壽 一百歲啊 那有的人很早就收徒弟啦 有徒孫 甚至到第四代都有啦 對不對 那如果徒弟徒孫他很優秀啊 在這方面有寫有專精 引用他的也沒有不可以嘛 好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經論 那為什麼沒有看到大聖的律呢 對不對 我們的經律論嘛 為什麼沒有看到大聖的律 大聖的律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熟知的 梵王菩薩戒啦 或者一節菩薩戒 這些呢有的附在其他的經典 有的附在論書裡面 沒有單獨 單獨成立大聖的律點 好 那麼另外第七 提及當時大聖學者的說法 這只是一部分的說法 並沒有解幾大部的經 或者是論等等 好 這是佛教的經論 還有部分的說法 那第八呢 這是外道的典籍 比如說引用到廢朵經典或者宿論 等其他外道的典籍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來看 一二三四 則是深文 深文的經歷論 五六七 這是大聖的經論 第八 這是外道 基本上可以這麼分 好 那我們瞭解大聖的思想背景以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 大自讀之組織大藥 請看講義第四頁 跨五一 大自讀是經論的河編 目前只有100卷 其中大品部的經文 若以現存高麗障版本 他是做27卷 但是以角柱來說 有的版本或者是目錄 他是說 這經有30卷 那合成100卷 所以世論 對經的論 純粹的論 其實只有73卷 或是70卷而已 那麼大自讀的前34卷 他對於大品部經的出品 他做非常非常詳細的解釋 我們下週就會開始了 經典的開頭 我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捨為國 我們都這樣開頭對不對 出品應該是短短而已 可是大自讀 各位手上有講義的 他叫如是 是什麼 就長篇大論 我聞 這個我 他就開始有我無我 就開始做深論 聞 到底怎麼聞 是用耳朵就可以聞呢 還是要有色聲 要有聲的塵 還有有耳式 種種 他就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一時 到底是一還是易 是一 單一 還是多數 我就開始 開始做深刻的討論 就不一不易 八個鐘道這些就出來了 就很深刻的討論 一時 時間 時間 到底是 怎麼回事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時間是信空的 所以一開始 如是我聞 不是說 有什麼時候 我在 什麼地方 聽到佛這麼說 就這樣就完了 但是 這大自讀 他就開始做深刻的討解 好 那 提到設立佛 然後他的本身故事 什麼什麼 我就 就出現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 就是 花了詳細的 三十四卷 來 註解出品 那第二品以下 那就很簡要的解釋 好 那我們要了解 大自認的組織架構 如果我們對於大品波爾經 如果說他的組織架構 有所了解的話 會 有一些幫助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大品波爾經 主要的架構如何 先簡略的說 他可以分成四部分 第一 序品 第一到舌相品 第六 這是一個單元 第二 三甲品 第七到禮教品 第六十六 禮教品就是 就是 祖雷品 副祖流通的 流通分的 這一部分 那麼第三 五祭品六十七到儒化品八十七 最後呢 長壁品八十八到祖雷品九十 第四 這裡面提到長壁菩薩 他在為了求法的一個菩薩行 菩薩行的典範一個故事 那麼這裡面的第二跟第四 是跟小品波爾經相合 是跟小品波爾經相合 我們前面有提到 從原子波爾到小品波爾 擴展為大品波爾 最後是出匯的 大波爾經出匯的 十萬頌波爾 那麼這裡面就出現一個問題 小品波爾經跟大品波爾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們請看瓜虎三 小品波爾經呢 他著重於波爾道 所謂波爾道 他就是上求佛道 絕諸細論 重點是上求佛道 絕諸細論 方便道呢 他是下化眾生 莊嚴佛土 度化眾生 嚴土熟生 莊嚴佛土 成熟眾生 那麼小品波爾經呢 他比較著重在上求佛道 絕諸細論 剖諸總統的細論之作 對於度化眾生這邊的方便道 談得比較少 可是大品波爾經 他的兩者都包括了 那麼玄奘大師所翻譯的出品 不是就是出匯 大波爾經的出匯 他基本上也算是 內容跟大品波爾經 類似 他也包含 波爾道跟方便道 但是他文具呢 不斷的重複 重複 非常非常的多 但內容並沒有 說多到哪裡去 但是呢 有多一些後期的思想 那基本上 他也包括波爾道跟方便道 但是他就佔了四百卷 佔了四百卷 佔了四百卷 那麼如果大智論 他選擇小品波爾經 來註解的話 那就我們會覺得很可惜 他只註解的波爾道 怎麼度化眾生啊 在後面 如果沒有註解到 那就太可惜了 那如果說註解四百卷的 大波爾經的出匯 對 光經就四百卷了 你再註解的話 那不曉得 也要擴展到哪裡去 這 可能就會有點困難 所以他選擇 這個大品波爾經 羅斯的翻譯他最後是七卷 但是內容 他都包括了 波爾道 方便道 所以不但產陽了 絕珠系論的波爾道 那麼也兼顧了 沿途熟生的方便道 可以說非常的善巧 所以我們看角著第十七 在導師的著作 倒數第二行 波爾將入必進空 絕珠系論 方便將出必進空 沿途熟生 這句話我們 如果熟悉導師的著作 會經常出現 那這句話呢 在大志願 他的文不盡相同 在角著第十七佑 請大家參照 好 那我們看第七 大志願的體力 如生銳 的序裡面所說 就是大志願呢 他在造論的時候 必標眾議以靜美 足成之中 則舉五指以盡善 常常針對一個問題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來個複次 答約複次複次複次 各種不同的形式 列出多種的回答 所以我們怎麼樣來看大志願 請各位留意一下 他這裡面呢 他只要有個問約 我通常就把問約 就把它圈起來 然後答約 答約 就是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但是答約完以後呢 他就複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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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複次呢 通通是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所以複次到什麼地方 你就要很小心 看到他這個 因為我們大政杖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標點 也沒有特別的段落 有時候一望無際 不知道講到什麼地方 所以如果說問約答約複次的地方 大家能夠稍微區分一下 那就會比較掌握他的問題所在 但是呢 一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提到複次答約以後 他又音論聲論 又來個問約 然後又複次複次 所以底下的複次呢 是針對這個小問題 回答的複次 還是針對上面那個大的問題 複次的回答 這個有時候就令人非常困擾 那這邊有時候會有不同的解讀 那總之 就是一個問題 龍之菩薩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 那有聲有淺 所以我們如果說 有的這個煩惱 那他提供這個藥出來 很受用 那就值得 那有時呢 各說並成 不加檢則 可是呢 有時候他會說 前面 有所執著的不對 後面呢 要以無職為終 就不要執著 以空性為依歸 好 第八 大政對佛法的根本立場 龍術是大聖行者 本於升官而修廣大行 就是升官廣行 所以呢 更應從大職頓 史多佛法的論 去理解大聖的全貌 以前我在福元教中論的時候 有一天 應從導師就說 你開中論的課 不要只有講中論 我開始有點聽不太懂 我說開中論的課 不講中論 那他在講什麼呢 後來導師就補充 他說 中論是升官 但是你要了解 整個龍術的那種思想 要配合大制度論 史多佛法論 所以就是這句話 升官廣行要堅固 所以各位如果仔細看 導師的一部著作 中觀經論 裡面導師說 這裡面是以中論為主 但是會藉助大制度論 來做參考 以補中論 有些沒有探討到的問題 因為中論裡面 你看不到菩薩怎麼發心 裡面也沒有提到菩薩行 沒有提到六度 怎麼樣修波勒 怎麼樣度化中生 中論裡面完全沒提到 是不是 裡面以用的經 都是阿漢經而已 也沒有大聖經典 所以光是這個 你怎麼發心 怎麼修菩薩行 圓滿福德智慧之良 這個就要借助 這些廣行的論點 來做參考 那龍術菩薩 生在南印度 在北方修學 所以有縱貫南北的特色 抉擇縱貫一切 波經濟而起大盛的坦毒 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的說明 說明者 這句話 我們以為說中論他只是在論 曾經有個居士 他說中論非常好 他都在破別人 他在導師面前說得很興奮這樣子 導師看那個樣子 有點共高我慢的樣子 他就說 你光破別人 沒有破自己的我值煩惱 有什麼用呢 所以中論不是只是在嘴巴論 他是在升官 這是中官論 重點不是為理論而理論 佛法的四部阿漢 這個佛法是聲文的 就是阿漢的部分 四部阿漢以外 大聖經的傳出部列眾多 中去不一 所以榮術菩薩一句古說 以四阿漢的不同特性 第四種西壇 四種西壇 我們下一周就會提到 可能 對快的話下一周會提到 卷一 四種西壇 西壇的角度第十九 西丹達 它是中去的意思 四種中子 四種中去 那這個 絕音論詩 他 他對四阿漢 有提到 不同的特性 對他的註解 比如說 在第四頁講義 一二三四 吉祥樂意 這是長 代表長部或長阿漢 再四種西壇 它就是世界西壇 另外破製猶豫是中阿漢 它是對峙西壇 顯良真意的雜案 它是利益西壇 真意函是滿足西求 是各個為人西壇 那這詳細的請大家 詳細的註解 再之前參照 那 簡單的說 就是我們在佛典裡面 它有所謂了意不了意 也就是說這個經典的特色 它真的對象不一樣 所強調的內容不盡相同 那麼 歷四種西壇 冠設一切佛法 西壇是宗旨理去的意思 四種西壇 有的是適應俗情 方便誘導向佛的世界西壇 所以在佛教裡面 有的它提的比較一般 勸人為善的這些 或者說 一些隨俗 一些說法等等 那這些不一定就是佛教 特別出生的地方 也就是共同其他宗教的 這是方便誘導向佛的世界西壇 有的是針對偏僻過世而說的 對峙西壇 你有什麼缺失 那特別針對它 有的是啟發人心向上 向善的各個為人西壇 有的是顯示究竟真實的 第一西壇 第一西壇 這是最重要 就是佛教最了意的地方 那麼用這四種西壇 來通設當時的一切佛說 皆是實 無相違背 所以從這裡面 導師的 對其他的各中部各派的取捨 跟龍術菩薩的風格有點接近 龍術菩薩比如說一個問約 達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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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它有時候存了 定成各家之說 並沒有說只要取一個 其他通通破除掉 這種風格跟大壁菩薩論不太一樣 大壁菩薩論是 所以其後部相傳是 五百阿洛漢共同階級的大論書 它裡面會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但是它最後會舉一個 如是說者 前面都通通把它破除掉 對龍術菩薩不一樣 它定成各家之說 有的認為這個世界西壇 對某些人有幫助 這個是對之西壇 但它也保留 真正要論的時候 第一西壇 要論究竟了益 這個是最究竟了益 這邊它才提 所以從這樣的立場來說 皆是實無相違背 並不一定說 一定要舉一個 其他通通把它破除掉 不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 比如說我們經常在討論大勝三系 到底是中關了益 還是為事了益 還是如來上了益 經常大家在起爭論 以前我在念中華國演所的時候 也經常跟同學們 老師在那邊鬥嘴 有一天我就請教導師 我說 如果不了益的話 修了半天 到時候會怎麼樣 我問題還沒問完的時候 導師就說 先把這個問題放一邊 古德各有不同的看法 也覺得主要張療癒 也覺得為事療癒 導師是同情 信公為民療癒 可是導師提出一個重點 不管你是哪一個 你最重要的呢 是針對這一系 完整的修行理論基礎 整個完整的那個 你要修到底 比如說 只是半桶水啊 或者是 只是了解一部分而已 並沒有好好去透徹了解 對其他更是一條不通 只是在那邊爭論的話 這都是系論 就好像說 這個高山啊 高山很高嘛 聳入雲霄 我們還沒到 站在那個高處的時候 你說哪個高哪個低 都是系論 最重要的就是 即使你這個 不了益的這一系 你能夠透徹的了解 修到最後 比如說即使不了益呢 離這個最究竟 也差沒幾步而已 這是重點 所以 我們重要的呢 在還沒完整的了解 就先不要再彼此鬥爭啊 我的對你的錯等等 所以經說不同 如從應激說法來說 一切是如實說 佛說 我不足以 通通是了意 所以如來是真於一者 實於者 不狂於者 不逆於者 不逆於者 就是說各有不同的適應 不過呢 要依修行而得究竟來說 那當然就是第一西談 最療癒的 好 那我們先修行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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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